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大嘴一张 他说台湾问题,他不是中国的内政啊 美国人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来回的跳 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是美国人认为 他最后的一招了,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里面 想要完全的赢麻,必须要在台湾问题上搞点事 但是啊,对于美国人来说,我必须得说 台湾是给你美国人准备的一口瓮 你美国继续玩下去 你美国真的是啊,自寻短见的 你自己想不开啊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大家听我们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大家得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尤其是看待中美国异,看待美国人搞台湾这些问题 大家一定得记住啊,正是美国人 又是直视美国人 大家一定得认识到台湾这个问题 美国是最主要的那个敌人 然后台湾这个问题的解决 不是说啊,美国人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解法,你不去管 然后直弄台湾,那就完事了 咱们得正视这个美国 只有解决了美国 咱们中国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 大家一定得记住,台湾这个问题是给美国人准备的那口瓮 请军入瓮的那个瓮啊 然后啊,美国人想要动台湾问题 为什么?因为他缠,他想要赢吗? 那对于咱们来说,好,你美国人缠,你美国人就好好进这口瓮 只有解决了美国 咱们中国才能够成为堂堂正正的那个世界的负责任的那个大国 大家记住这个 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讲啊 美国人借台湾这个问题搞事情 美国人会收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呀 首先啊,咱们来讲一讲啊,布林肯啊,他说啊,这个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啊 那他都讲了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的啊 这个问题啊,是美国啊,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受邀出席美国大西洋月刊线上活动 然后他讲的一番话 在这一活动中啊,布林肯表示啊,全球之所以如此担心台海爆发危机 因为这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啊,攸关全世界啊 中国啊,侵犯台湾将为全球的经济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布林肯说,全球之所以如此担心台海爆发危机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这不是基于主权所称的内政啊 而是确确实实攸关全世界 布林肯啊,就算是啊,偷偷摸摸的偷换了一下概念啊 他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大家得看清楚这个,其实原因很简单,对不对 美国人没办法了,大家得看到俄乌这个问题 俄乌啊,然后的话啊,要开始和谈 中国要当那一个中人保人 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美国会被排挤出去啊 拜登出来说,和谈谈不出结果,俄乌战争 对不对,然后结果呢,谁理拜登啊 拜登现在说话怎么没人听了 这还是原来那个美国吗 拜登只要啊,然后出来一说啊 这个俄乌战争啊,靠谈判是谈不出结果的 那大家就得啊,然后小心谨慎 对不对,听取美国人的意见 然后把美国人的话啊,奉为圣旨 对不对,这样的话才是美国原来那个形象 结果呢,之前跟大家讲了 全世界是什么样的表现 然后的话呢,英国人 法国人,德国人走在了一起啊 然后的话啊,北约要跟这个乌克兰走得近一点 让乌克兰去和谈 美国说,谈谈不出结果 结果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 你们在干嘛 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出了大问题了 啊,老拜登都在那么大的年纪 多不容易啊 就着这个世界那么大的一个事 我都没问题,说个话 结果呢,没人听了 别说啊,美国的老盟友 英国,德国,法国啊,不听美国人的话 你看看泽连斯基,那什么态度啊 欢迎中国加入和平的进程啊 然后想要跟啊,习近平见面 容认知,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形象 如果俄问题让中国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立住了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那美国将会变成什么 被大家抛弃的那个国家呀 哪怕在北约 美国都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英国,法国,德国站在一起 你说你美国在北约内部的发言权 是啊,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 这个都这个东西不用我来跟大家强调了吧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的话就这么啊 想要赢马 在俄污问题想要赢马 然后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立棍啊 支持乌克兰啊 消灭俄罗斯 然后天天的这么喊 喊来喊去,喊来喊去 然后又可以啊 借着这个俄污的问题牵制欧洲人啊 最好能够是逼迫俄罗斯人向美国人低头 对认怂 然后美国人控制俄罗斯啊 从而控制欧洲 然后美国控制这个世界 成为这个世界永远的霸权 美国人当然是这么讲的 结果走在现在 你看走到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跟欧洲的这帮老盟友们都出现了裂痕 欧洲老盟友不甩美国人了 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 欧洲人跟中国人 那关系就会越来越近嘛 为什么呢 你看一看呢 中俄的关系发展起来 那那中欧啊 中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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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算是啊 这种关系也会发展起来嘛 然后啊 这个人民币啊 然后在西亚 在推广 在伊拉克那边人民币结算了 然后呢 巴西啊 大宗商品的提供地啊 也开始人民人民币结算 总而言之吧 再加上欧洲 这是一个大市场 欧洲的 然后必须啊 离不开那些像什么 大宗商品呢 离不开能源呢 石油天然气 下的嘛 欧洲人到最后 也会慢慢的开始使用人民币 你说美国怎么办 再这么拖下去 没办法了 只好对 就剩下一条路 跟中国拼了 跟中国死磕嘛 如何跟中国拼 如何跟中国死磕 在俄乌这个问题吗 那如果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跟中国形成了完全的反对意见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中国啊 然后的话 想要和平 我美国就不能要和平 这个事你美国如果敢干的话 欧洲人烦你烦的更厉害 因为欧洲人 哭你美国久矣啊 对不对 拿着那四倍天然气的 四倍价格的天然气用 然后他你美国人啊 赚钱是赚钱了 那欧洲人哭啊 欧洲的通货膨胀怎么解决啊 如果你美国敢公开说啊 只要战争 不要和平的话 那欧洲人直接给你造反 所以说美国没有办法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跟中国进行博弈 中国利用一分千也不怕的 十二点的立场 直接让美国人难受啊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美国还能在哪 卡 卡中国 只有台湾了 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只有台湾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只剩下台湾能够跟中国博弈 可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台湾是中国给你美国人准备的那口瓮啊 请军入瓮 美国人来啊 对不对 蝉想要赢马 只要台湾这边发生战事 对不对 你美国人就可以认为打击掉中国的形象 从而也可以让中国的形象在欧洲受到影响 美国跑到欧洲指责中国 对不对 台湾湿山血海 血流的成河 然后呢 让欧洲人转向嘛 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 可是你想的是很好啊 对于咱们各位来说 大家一定得记住 只是美国人 正是美国人 也觉得美国人 中国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才能立得住 为什么我这样来说 首先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的目的是要摧毁中国的形象 对不对 中国这个形象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就是一个中人保人的一个形象 就是一定得讲公正且公平的形象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中国在俄乌这个问题上反复的强调过 记住不是中立啊 中立是只赚钱啊 对不对 中国要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大国 你像印度那种是天天喊中立 喊中立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呀 可是呢 中国是公公正且客观的一个形象啊 对不对 喊的也是我在俄乌这个立场上面就是公正且客观的立场啊 然后中国为什么要公正且客观 因为保留了自己在俄乌这个问题的发言权 我公正的态度 我客观的态度 我各方的意见都考虑中人保人的形象也就立住了嘛 对不对 中国这个形象立住了 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呢 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12点的立场一来 英国人 让法国人德国人啊也会参考中国的立场 也会带着啊 乌克兰你去谈 我们支持你 对不对 我们是北约的国家 然后我们北约的国家呢 然后啊 保证你战后之后 我给你运武器 让你去跟俄国人谈吧 保证你安全 总而言之 就是中国这个形象 公正且客观的形象 才促进了中国的12点的这个立场 然后发挥效应 然后中立的立场 你什么效应 你都发挥不出来 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一点 因为中立的立场 大家以为是中性的 其实是有点贬义的 你只看利益 你才会完全的中立的立场 对不对 你天天想着 对不对 配合啊 这个这个这个黄黄死狼 然后赚那个啊 这个两成的利息 对不对 赚着两成的这个利润 然后八成是人黄老爷的 你老想着这些 你那不就是一个 那不就变成了那个汤师爷了吗 然后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公平 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啊 把这个记住 只有你能做到 你说的这些东西 你的形象才能立足 获得别人的信任之后 对不对 你到最后 你才能啊 就是大班运 黄老爷他们家的东西 对于中国来说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就是这个形象啊 咱们知道了这种 这种啊 这种状态 中国是这种形象 美国想要破坏中国 这种形象 只要破坏了中国 这种形象 美国又能够保住 自己的那帮小盟友 欧洲的那帮盟友 他能保住 而且没准还能在东南亚 开辟一个啊 开辟一个裂口 然后的话 把东南亚给裂解掉 然后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跟美国人站在一起 这是美国人所想的 对不对 咱们直视美国 咱们得知道美国人的目的 美国要破坏中国的形象 那怎么办呢 那对于啊 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怎么样解决美国 这种状态 怎么样解决美国 这个想法呢 台湾这口瓮 然后咱们如何 把美国人引过来 然后再堵上呢 其实很简单 归根结底还是形象的问题啊 咱们这边外交部的发言人 毛宁啊 直接回答了关于布林肯 然后说台湾啊 不是台湾问题 不是中国内政这个问题啊 毛宁他这个回答的方式啊 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叫非常非常的好 就得立足这个形象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讲道理的形象 对不对 然后你美国人曾经讲过什么样的话 我跟你全翻出来 然后让你美国人自己看一看 你美国竟然敢说台湾问题 不是中国的内政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然后只要你说出来这种话 我中国就要干嘛 之前跟大家讲过 逼你美国人表态 尤其是啊 最近啊 美国人想要搞台湾问题 想搞大 对不对 其实很明显 包含什么这个P8A 美国的啊 第七舰队啊 他又来了 第七舰队的P8A 穿越什么台湾海峡啊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种事情啊 包含什么啊 我要什么增加多少倍的 这个驻台湾的驻军呢 然后如何如何 你都能看得出来 美国人真的是特别想要搞台湾这个问题 哪怕台湾那边国民党的夏立言 然后跑到大陆待那么久 然后民进党的蔡英文和赖廷德在那喊和平保台 哪怕是这种情况 让美国人也要搞事情 那搞事情是吧 那行 好 没问题 你表态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你看不见台湾问题 你不用表态 你装看不见台湾这个问题 不用表态 可是大家一定得知道美国人想要借着台湾问题搞事情是被迫不得已 谁逼的 谁逼的 是美国他妈逼的吗 不是他妈逼的 是咱们中国逼的呀 美国再怎么拖下去耗下去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聊俄乌问题一样 再拖下去再耗下去 英国法国德国都叛变了 就连乌克兰都要都要叛变了 你说美国到最后越往后发展 他会变成什么 美元已经面临人民币的竞争了 现在 不管是石油天然气的能源国 还是大宗商品的提供国 都叛变到中国这来了 你说美国怎么办 再放任欧洲与中国的关系的发展 那欧洲那是个大市场啊 他离不开能源石油天然气 也离不开大宗商品 然后再加上跟中国的贸易 他不使用人民币才叫有鬼 所以说呢再往后拖 再往后啊等 那美国的地位肯定会完蛋 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这是中国逼的 逼你美国逼成了这个样子 中国在欧洲立足了 人民币国计划再往前去走 你说美国这个霸权还能实现吗 所以美国没有办法 那必须啊 要在中美博弈这个情况里 底下啊赢了中国 对一定得赢中国 可以啊赢中国 你怎么赢啊 台湾问题吗 台湾问题吗 然后的话 那你只要借台湾问题搞事情 好你这就给我中国机会 表态美国人 你怎么看台湾问题 然后咱们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直接讲历史 特别好玩 就是就是啊 咱们那个中美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 重新给你复述一遍 咱们也来看一看啊 其实这个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 在台湾问题讲的特别的直白 也有很多的台湾那边啊 在那讲什么美国的战略模糊啊 美国的这个文字游戏啊 如何如何的 但是不管这个文字游戏是如何 三个联合公报联合起来看 你就知道台湾这个问题 在美国那里的答案了 首先1972年的时候啊 这个双方还没有正式建交啊 1972年 中美双方没正式建交的时候啊 双方谈谈了一个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的时候说啊 美国认识到啊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呢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 不提出异议啊 昨天这啊 这一个这个上海公报 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 首先刚才跟大家讲前提了 那个时候啊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跟美国建交 美国那个时候还跟那个伪中华民国 有外交的关系啊 所以说呢 美国提了一个啊 海峡啊 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提了啊 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啊 不提出异议 但是啊 这个上海公报里边 美国留了一个后手 这个后手他没有提 没有提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中国谁是中国 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呀 对不对啊 首先那个时候 还没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跟那个伪民国 还是有外交的关系啊 那个时候的美国 让他提了 然后呢 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啊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呢 还是中华民国的呢 没提 可是呢 在双方建交的时候 美国确认了啊 一句话 美利坚合众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很多的台湾那边可以说啊 美国人用了一个文字游戏啊 承认中国立场 或者说啊 叫什么 认知中国立场 那没关系啊 那咱接下来来看啊 这个1982年 双方还有一个啊 这个中美的八一七的联合公报啊 然后美国又说了啊 美利坚合众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承认中国的立场 既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美国政府 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也无意啊 执行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这个八一七公报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也是啊 台湾那边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在那说啊 美国没有直接说承认 他说的是认知 但是啊 那个英文的翻译啊 你可以两种都翻译 但是咱们也可以当成 美国人在玩文字游戏啊 就是说啊 这个认知中国的立场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中美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 是递进式的 先有了上海公报 才有了建交的公报 才有了八一七的联合公报 对不对 是递进式的 然后啊 美国政府是后两个啊 那个公报啊 解释了第一个公报 因为这些东西啊 在这个国际法当中 都是都是拥有同等的法律效益 效益的 然后说这个上海的这个公报啊 他说啊 上海公报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就是说啊 两岸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都承认啊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个中国是谁呢 不管是啊 这个建交公报 还是啊 八一七的公报 都说了 美利坚合众国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的话 这个谁是啊 中国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完事了 你美国说过的话 对不对 咱们就要讲到咱们的外交部 这个时候 为什么又复述了一遍历史 就是在立场上面 或者说啊 在法理上面 给你美国人定个姓 你美国人要怎么样呢 给全世界看一看 你美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面啊 然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对不对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吗 你自己讲清楚吗 你到底认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然后呢啊 你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你就是承认中国的立场 你别给我扯什么认知 台湾那边的账号 对不对 就是承认啊 就是承认美国敢反对吗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直接说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美利坚和中国承认 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 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且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呢 我就是这样说了 你美国人敢反对吗 表态美国人 表态 对不对 你越借着台湾搞事情 我越逼你表态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逼美国人表态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接下来的操作都会因为他的表态产生问题 这个时候美国人想要继续玩战略模糊 就玩不下去了 之前跟大家讲过美国为什么玩战略模糊 因为他想要两头得利嘛 既想要从台湾赚钱 又想从那个时候正在发展的大陆赚钱 然后他这个战略模糊走到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想要借着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 想要把台湾问题模糊化 美国的这个战略模糊才才发展到了现在 但是的话 你玩这个战略模糊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 可是中国如何逼美国人表态呢 你没无根无由 你不可能顶着美国人在那骂 你给我说清楚了 没跟人说了 对我们有一中正常 对不对 只要说这样一句 你没法继续骂他 可是美国人现在被中国逼的 认为台湾这个问题可以为美国人所用 对不对 然后为美国人所用 他要搞事情吧 不管是P8A也来了 布林肯他也来了吗 那好 那我就点着你 美国人搞 表态吧 你现在影响的是中美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 你美国现在什么态度啊 你敢支持态度吗 你支持态度 你就影响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对不对啊 在全世界来说 哎 你美国去哪骂中国呀 对不对啊 你美国在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就是因为啊 俄罗斯好坏侵略了这个乌克兰 对不对 如何如何的 然后呢 一跑到联合国啊 一表决啊 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对于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都是最在乎的 为什么呢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中小型的国家 那你现在美国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那你在全世界你能站得住脚吗 美国人所说设想的啊 在欧洲继续拉盟游 在东南亚继续拉盟游 美国人能够成功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咱们中国逼美国人表态最有意思的点 卡住美国人 美国人到最后 他想不想还想不想借着台湾问题跟中国搞事 当然想 当然想 可是到最后得把美国人逼疯了 你不能让美国人成功 美国人为什么能成功 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形象吗 对不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你中国是一个啊 那个那个五疯子 对不对 你中国就是一个啊 战争疯子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呢 你中国啊 然后想要侵犯台湾 天天给你搞这些 然后破坏中国的形象 然后那我你破坏我的形象是吧 那我就逼你表态台湾问题你怎么说啊 你不搞台湾问题 我还没机会问你 现在外交部直接问美国人 你美国到底如何说啊 尤其是你那边有个毁灭台湾计划 到底怎么回事啊 出来表达 出来表态啊 美国人 对不对 卡住了美国人之后 美国人还想不想借着台湾问题搞事 想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想啊 特别的想做梦都想 然后的话那怎么搞呢 如果美国不讲道理 或者说啊 不讲法理了 那没有关系 也不讲历史了 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的话美国就要在台湾搞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 刚才跟大家讲了 台湾的民进党 现在是啊 和平的宝台 然后的话 那个国民党的下令 那就是访问大陆 然后两边都不想打 只有你美国人想打的时候 那你美国自己先动手哦 你跟解放军动手 那就好了 那我解放军就在台海这收拾你美国一顿呢 对不对 收拾你美国一顿 你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解决台湾问题 一定得直视美国人 你要想搞定台湾问题 你必须得搞定美国人 搞定了美国人 对于中国百害而无一利 百利而无一害呀 大家记住啊 为什么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到处都有利呢 解决了他解决了美国 台湾那边还有谁可以依靠 现在台湾为什么没台独 之前跟大家讲过 原因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让他去台独 他靠谁活呀 美国要台湾的是个芯片制造业 大陆这边啊 这个这个百分之四十多的出口 养着台湾 你让他去独立 你白不说美国人抢不抢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这百分之四十的出口 我全给你断了 别说全 我给你断百分之三十 剩下一个百分之十留给你 台湾这个经济还要吗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让他去台独 他活不下去的 然后的话 台湾走到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行 那行 你美国来搞 也没问题 你搞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你啊 弄一弄 直视美国 搞定了美国之后 台湾这边 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台独是死路一条 哪怕你不打他 你只断他的经济 他也是死路一条 然后啊 这条这条路全堵上了 你美国人再不能给这个台湾撑腰 那台湾到最后还剩哪条路能走啊 对不对 还剩哪条路能走啊 台湾对于美国没有利用价值 美国被啊 大陆给收了 收拾了 被解放军给干了 那台湾 那台湾还有哪条路可走啊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对不对 中美博弈 中美博弈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妻子 或者说台湾是那口瓮啊 对不对啊 这口瓮 或者说这个妻子 能够为谁所用 是为有能力者所用 你弱 你是没资格用的 你强 你想要怎么用 就怎么用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对不对 总而言之 美国接下来如何搞呢 美国现在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中国逼成这个样子的 到最后啊 在法理上 或者说在造舆论上 中国这边就毁了美国 骂你那边啊 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 如何说的 你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 中国的代表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然后呢 这个话都是你美国人自己说的 好 没问题 你不认也没问题 对不对 你不讲法理没问题 你干呢 干的话我就干你 就这么讲的简单 干了美国之后 那你说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会录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对啊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美国只要敢动手 我跟各位讲啊 台湾这个问题 讲到这个军事啊 武力啊 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很多东西担心啊 因为很多东西对于军事 不了解 真的是一丁点都不了解 中美军事实力 你不用说别的 你看一看那个导弹好吗 那个战斧式的导弹40年 然后歼20跟这个F35到底谁强谁弱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而且台湾离谁近 谁是东道主 对主场作战 谁是那个客场 然后总认之吧 不管哪一点上 对于美国来说都不利的一种状态 在台湾跟美国开战 那太好了 我跟各位讲 打台湾你连导弹都用不了 你就用远程的火箭炮轰就完事了 台湾所谓的有什么啊 熊三熊几 是不是这种导弹 有什么美国的雷达 第一波就干你啊 你的导弹的发射基地 我先干了你啊 对不对 你的雷达我全先干了你啊 我连导弹都不用 远程火箭炮覆盖就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说台湾有什么能力做反抗 接下来中国还有无人机的优势 你美国在这儿打你怎么打 中国的主场 然后的话离大陆那么近 然后你美国来 那行你想来 我就干了你完事了 而且双方的军力不像以前路 到底啊 这个歼35歼20 跟你美国的F35F22 到底谁好谁坏啊 不知道啊 来干了才知道吗 那阿里伯克级跟055 那倒是很明显 055不管是自己本身的军舰的吨位啊 技术啊 科技啊 电子啊 雷达呀 都比都比你美国的阿里伯克极强 然后的话 他更不要提055所装备的那些导弹了 你美国只有战斧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了吧 你美国来吗 来吗 欢迎你来这打一打 咱们打一打看 看你美国能不能赢 这很简单 所以说呢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只是美国人 然后真正你解决了美国人的话 你才能立得住 而且走到现在 美国就是想要借着台湾问题搞事情 为什么被中国逼的呀 俄乌这个问题 美国没出路啊 再往下号 中国跟欧洲的关系绝对铁词啊 中国跟欧洲铁词 人民币的国际化 美国还拦得住吗 而且美国还损失了欧洲的传统的盟友啊 现在就已经在损失了呀 没没别的办法了 没办法在俄乌冲突上 跟中国那12点立场作对呀 中国要的就是和谈 要的就是和平 你美国能说打吗 又不能说 只好跑到亚洲 跑到台湾这搞事情 认为只要台湾这边搞 搞大了事情了 美国就赢完了 对不对 然后从而能够打毁掉啊 中国的形象 那中国这边 那我这边 你想毁我形象是吧 我毁你形象 你来表达吧 对不对 中美的建交三个零公报 你美国如何看台湾问题的 我先毁你美国的形象 那美国还想不想搞 还想搞 那就打 大家一定得这样 那就打 那很简单 这不是什么合统 无统之争的一个问题 只是啊 在什么样的情况 你要做什么样选择的问题 看清楚了这些事情 中国把美国逼到这儿了 为什么说台湾是口瘟 你得请君入瘟 这个请如何做出来 对不对 这个请如何做出来 请可能是骗 但是咱们现在是逼 你必须进了 对不对 你想跟我做博弈吗 你必须进了 但是咱们得看到 美国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了 真的不是个文明 我之前就跟大家聊过 美国这个国家 真不是个文明 真不行 其实有的时候啊 你给自己退场的时候 好看一点 对于你美国有好处 哪怕俄无问题 中国确实是中人保人的形象 中国立住了 跟欧洲的关系 你美国也可以啊 我也喊和平 我就是美国就要和平了 我也要和他 对不对 我为了支持乌克兰 我就保保障 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我美国就保障 因为我一直在给这个 泽连斯基送钱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呢 俄罗斯你不想完全倒向中国 是吧 那你跟我美国 还有一个制裁呢 你想要获得我美国的豁免 斯维夫特的制裁 想要解决的话 你俄罗斯也得跟我谈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有好处 结果呢 美国就不 就不 就不能低头 就不能放任中国成为了主持 俄乌和谈的主办方 对不对 美国就不放任这个事情 行啊 你就要死磕是吧 那我那12点立场一出 你又做不了对 你要不然你就继续往乌克兰花钱 使劲花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呢 你也知道 你美国也知道 不能继续花钱 又想跟中国博弈 那只好来台湾这个问题 拿台湾这个问题跟中国斗 那斗呗 那我逼着你进来 你来吧 对不对 台湾问题就先逼你表态 然后的话 逼完的话 你要不要打 要打的话 在台湾打呀 台湾离大陆那么近 我看你美国如何打 解决了美国台湾问题 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对不对 大家看台湾问题就是啊 永远的要 你要是合同 你是无同 没有什么合同 无同 该到什么时候 做什么样的事情 解决台湾问题 不是问题 就像我一直强调那样 打台湾太简单了 天天的扔那些远程的火箭 火箭炮的炮弹就行了 对不对 你扔两个台湾就台湾就疯了 就慌了 然后呢 那你说打台湾太简单 可是台湾留着干嘛呢 留着他当瘟 留着他当棋子 美国来吧 能不能 解决了美国 中国才能成为那个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有了这个形象 台湾 想不同 想不同 那你就自找死路了嘛 对不对 美国也完了 或者说美国也彻底衰弱下去了 美国这个国家走到现在成不了事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一点容忍之心都没有 对不对 一点大度的胸怀都没有 只会斗 只会斗 永远的斗 斗到最后 你那么好斗 你就斗吧 对不对 斗到瘟里面 跟你赌上的时候 你跟瘟斗 到时候把你自己撞的头破 去溜啊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没有任何的办法 其实啊 对于美国最好的选择 就是真的是 在俄污问题上配合 也不能配合 跟中国人一样 就喊和平 就喊和谈 美国可以发挥对于啊 俄罗斯的制裁 然后对于俄罗斯产生影响 从俄罗斯获取利益 而且呢 还能够跟中国形成一定的制衡 而且值 而且还能跟欧洲 形成一定的绑定 一定的状态的绑定 这样对于美国来说最好 就不 美国就要赢吗 那行 那行 对不对 台湾问题 咱们就逗一逗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啊 非得选择一条钢丝走 那你就走钢丝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